我们要来从撒摩尔记下里面来看 我们如何用神给的智慧来互相劝勉 我们在读撒摩尔记下的时候 都一直在读大卫的故事 从第十一章开始就记载 这个和神心里的大卫王他犯罪的经过 那他犯罪之后他的家庭所遇到了风波 不但他的家庭受亏损 连他整个国家 那以色列百姓都因为这样子 遭遇到一个很大的动乱 也死了很多人 那大卫他犯错之后 曾经有三次 因为有人愿意跟他说 他才改变 应该说有三个人 他们很勇敢地跟大卫说了 让他可以改变他想法 了解他自己所犯的错误 这个事情让我们可以学习 怎么样来用智慧的口劝动君王 那他们这三次去劝诫大卫的这个工作呢 都很成功 那大卫他就跟着改变了 那我们就学到说 这个要去劝勉一个人 这不容易 要让这个犯错的人愿意改变 那更不容易 但是我们如果能够学习 我们就不但我们可以劝勉别人 我们也会避免错误 我们也会接受别人的劝勉 我们现在请来看 撒末记下第十二章 撒末记下第十二章 第一节 这是神差遣拿丹去见大卫 那拿丹是当时候的先知 拿丹他跟大卫的关系应该是蛮亲近的 就是说他传达了很多神的信息 让大卫明白 因为在比如说像在我们在读第七章的时候 那个大卫当时候想要为神建圣殿的时候 他就跑去跟拿丹说 表示说这个王跟拿丹先知之间 有很好的沟通 他心里面有什么想法 他就跑去跟拿丹说 他说我想要去跟神建个圣殿 因为我自己住在这个王宫里面 但是约会住在这个帐篷里 说不过去 所以第七章的第三节 拿丹听到王这样讲 就跟他说 很好啊 你就照你的心意做 因为神与你同在 所以你可以去做 所以表示说当时候拿丹先知 跟大卫的关系很好 对不对 很亲近了 他也可以了解大卫为什么有这种想法 所以他认为神与你同在 你要想要为神建殿很好 你就去做 但是当天晚上神的话就临到拿丹了 神要拿丹去跟他说 你要大卫要为神建殿这个事情 他的心意神领了 但是要建造圣殿这件事情 大卫你本身不适合来做 然后神就透过先知 传达了很多 他为这个大卫的家庭所赐的福气 那到了第十一章 大卫就犯罪 大卫患罪 基本上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因着眼目的情欲 肉体的情欲 所生化出来的罪的结果 大卫他其实他当王以后 神祝福给他 他什么都不缺了 圣经记载很多 他有很多妻子 生了很多儿女 那神就帮助他到处都打圣仗 他的国家基本上 现在是非常的平静 人家出去打仗 神都帮助他打圣 所以当时候的大卫 其实在顺境当中 过得非常神似乎的日子 很平安 但是也就在这个时候 他不警醒 他被情欲控制 所以他整个人就变了 然后他就真的犯下了 那个不可言量的罪 那大卫患罪之后 至少大卫在患罪那个时候 神都没有讲话 那对大卫来说 因为他想说 你看他做了这些事情 他犯奸淫罪 他要去谋杀了乌利亚 好像都没有事 神都没有讲话 先知也都不知道 因为他现在娶了这个拔士巴以后 那当然在还没有娶进来以前 巴士巴就怀孕了 那可是他现在要处理 就是要借着这个战争 敌人的手来杀乌利亚这件事情 这个神都知道 神都静默不远 一直等到他的孩子 已经生下来了 所以到第十二章第一节的地方 离大卫犯罪至少已经十个月了 因为这个时候 巴士巴那个孩子已经生下来了 那表示说至少怀胎十个月 等到孩子生下来了 现在神就派拿丹要去见大卫 好 那现在拿丹去了 然后就对大卫说了一个故事 第一节说 他这个故事里面就是有两个人 一个是夫妇 一个是穷人 第二节说 这个富有的人 有很多的牛群羊群 但是这个穷人 他就只有那么一只小母羊羔 那这只小母羊羔 在他的家里面 他说看起来就像他的女儿一样 这么宝贵 所以这个穷人跟这只母羊羔 很亲近 真的是像宝贝一样 第四节 他说这个客人来到这个富有人家里 这个富有人舍不得 从自己的牛群羊群中 取一只羊羔 来预备给客人吃 反而去夺取了 那个穷人的这一只母羊羔 然后把他杀了给客人吃 那这一个 这个故事里面 这个富有的人 实在是太可恶了 他实在是 你看他做了不该做的事 我们一看就知道 这个是不应该的 第五节 大卫就慎恼怒那人 对于拿兰说 我指着永生的神 起誓 行这事 该死 第六节 他说 他必偿还羊羔四倍 因为他行这事 没有连续的心 你看这一次 这个拿丹先知 他去见大卫的时候 基本上 对拿丹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 我们知道拿丹是先知 先知要有 至少有两个特质 第一个 他一定要顺服 就是说 神要他做什么 要去说什么 他就要去说 第二个 就是他要很勇敢 他要敢讲出 人家不喜欢听的话 你看大卫犯罪 这一段时间里面 他也许认为说 你看连先知都不知道 不知道他所患的错 可是现在神已经告诉拿丹 拿丹已经知道了 神也已经把 把要对大卫家的惩罚 已经先告诉拿丹 拿丹要去传达了 现在拿丹要去告诉大卫的时候 他要面对一个 他不知道的大卫的反应 我们都知道 我们如果要去欠免人的时候 通常这种事情是吃力不讨好的 我们现在的人 总是喜欢听好的话 听赞美的话 你做得很好 你非常有的爱心 很好啊 什么做的很好 听了 每一个人都喜欢听赞美的话 听了就心话弄光好高兴 我很不错 但是如果听到别人跟我们说我们不好 这个时候我们的心就不太舒服了 所以这种要去劝勉人这种事情 基本上有时候很多人不要做 因为做了讨人厌 那可是先知他就没有办法 他就是被神拆盘 他就要去讲 那他现在去跟大卫讲的时候 大卫有什么反应呢 这是拿丹还没有 他去之前他不知道的 等到现在拿丹去 把大卫所犯的错误 就好像一个黑盒子现在把他打开了 把他的那个错误把他公开化了 那这个时候的大卫会是一个很谦卑认错的 像神所高丽的神的仆人 然后更说 谢谢拿丹给他提出了警告呢 还是他是会恼羞成怒 然后大权在后可以命令 他的仆人把拿丹杀了呢 你看我们现在看这个故事 我们看得很简单 因为我们都知道结果了 但是如果我们去想 拿丹当时候 他要去见大卫以前 要去讲这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真的你要有勇气 不然你想不出来 因为听了人要怎么反应 他不知道 这个就是要靠信心 要靠勇气 也要靠智慧 然后现在我们看到 这个拿丹的智慧就在这里表现出来了 这个我们为什么说 他叫做有智慧的口 因为他现在要把他 对他的指责 把他指出来 让大卫无话可说 而且愿意接受他所指出的错 所以现在他现在你看 拿丹一开始的时候 他进去见大卫先讲个故事 要讲故事其实是要有技巧的 就是要有技巧 要有技巧 就是要知道说要怎么表达 你看为什么他要举这个穷人 跟富有人家的这一只羊羔 来做切入点 拿丹很清楚大卫的背景 所以你看大卫是牧羊人 他从小就跟羊一起长大的 大卫对这个羊羔特别有感情 我们还记得大卫他出去战场 说要出去对抗哥利亚的时候 他怎么跟扫罗王说呢 扫罗王是说你小朋友一个 要怎么去跟这个战士 巨人哥利亚打仗 那那个大卫跟扫罗说 不用担心 什么帮助 他说我在牧羊的时候 如果有熊或狮子来了 把我的羊群里面的羊羔叼走了 我就拼到我面去把这个羊羔救回来 你看他都 他愿意从那个狮子的口里面 去把那个羊羔救出来 你看他对羊羔有多有感情 没有想说一只羊羔算什么 给人家多吃两只 他饱了就没事了 没有那只羊羔是他的 他一定要把他救回来 所以你看拉丹他就是会用题材 他懂得什么事情是大卫听进去的 那这一只羊羔 故事里面这只羊羔 让大卫生出那个怜悯的心 你看大卫他本来就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人 大卫本来也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 你看从我们从草莫记上 读到草莫记下 你看这个大卫他的一生 他这个人真的 圣经里面为什么最后给他下一个评语说 他是和神心意的人 他真的是一个孝子 他是很公义的 他是很有慈爱怜悯的人 可是等到 在第十一章我们看到了大卫去完全走样了 撒末记下第十一章在描述大卫犯罪的这个整个过程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大卫这个人既没有怜悯心 他也没有公义的 他什么东西都不管了 他不管神的命令 他只是一心想要去满足他的情欲 他想要的东西他要得到手 你看现在就是这个八四八 这个容貌俊美的这个妇人 他现在要得到他 他现在就想见一切的手段 你看大卫他 他其实他犯这个错是明知故犯的 他知道神的命令 他不是不知道 可是当他在罪里面的时候 他已经把神的命令已经抛在后面 他不管了 当时候大卫他整个人都不一样 我们就会看到说这个罪好可怕 一个人如果在情欲里面 你整个人就走样 原来你的你都不见了 这个就是为什么 我们现在在看这件事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想 为什么神 他知道大卫犯罪 可是他就等这十个月 一年当中 这么久之后 神才派先知去 为什么不早点去 他犯错不是要让他马上知道 他马上改过来最好吗 但是我们现在想一想 当大卫犯罪以后 他罪之后犯下去了 这事情已经没办法再缓转了 因为历史不能再重复一次 真的这个时间一直往前推啊 不会回头的 真的你看 我们今天每一天 每一个时间 每一件事情 过去的就没有了 没有办法再重回来了 就好像上个礼拜的安息日 你没有办法再把所有人再重新召集来一次 在回复当时候的情景 那是不可能的 我们每一个人 在这个时间里面一直往前进 没有办法回头 所以事情一犯下去 就没有办法再翻转过来了 事已经成了 那唯一有办法的就是要悔改 所以现在大卫犯罪以后 神派先知去 想告他 就是要叫他悔改的 但是为什么神 要等到这么久之后 才派先知去 我们现在如果想 一个人如果在犯罪的时候 在罪里面成为遗忘人的时候 他什么话都听不进去了 因为愚昧人是听不进去 欠借的话语 所以当时候你看 大卫他在犯罪以后 神知道什么时候派人去讲 才会有效 神派先知的目的就是 要让大卫回头 他罪已经犯下去了 他现在唯一可以做的 就是赶快悔改 然后回转到神的法则里面来 不能够一错再错 因为在罪里面 他绝对没有好结果 但是如果因为你回头的 他还有机会得到神的怜悯 所以你看现在 就大卫来说 经过这么久以后 他也许以为说 这个事情就已经过去了 神也没有说什么了 神也没有说什么了 先知甚至也不知道 所以对他来说 这个事情就变成 他就逐渐的就把他淡忘了 他犯罪的这个事实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大卫他才没有 那个心理的戒心 所以现在 拿丹先知来跟他讲这个故事的时候 这个时候大卫的反应 就是他原本的大卫 你看如果大卫犯罪完之后 现在拿丹马上来讲这个故事 那个结果可能不一样 大卫判断的可能就不是这样子了 你现在如果我们 现在回头看这个故事的时候 你会觉得大卫小题大做 我们现在有那个说 因为一只羊羔就判你死刑吗 没有那个说 你现在偷了一只羊羔说 你要判死刑了吗 现在这个社会 即使把人杀了好多人 最后说他是 他是那个精神失常的人 没罪 所以这个就是 当时候 大卫 他面对这个 这个无理的这个 富有的人家以后 你看他那个正义的心 马上生发出来 当时候大卫 他完全没有想到说 现在拿丹先知来跟他讲话的时候 是针对他讲的嘛 所以他就没有准备说 因为我们今天如果 有准备说 某某人家来找我 跟我讲话的时候 是要讲什么话 你就会很小心 不要被他的话套进去 你就会 还好地 我回答的时候 就管他墨角 然后就 反正 好像一定要避免自己 落入那个圈套里面 所以 这个 这种情况下 他的回答 他的判断可能就 不公义 不是原来的他了 所以现在 拿丹先知来找到他的时候 他就没有警觉说 拿丹先知来指责他 他犯了这件错 那他对拿丹讲的这个故事 他也没有警觉说 他在影射他 所以这个时候 他所做的判断 是从神的正直公义的角度里面 去审判的 他完全没有考虑他自己的利益 这个时候 他很公正 是一个 是一个掌握大权 可以判断 正确又错误的那个王 他有审判权 所以你现在想 我们现在一个人 如果在罪当中 被迷惑的时候 很多时候 我们跟我们原来的自己都不一样 你现在从 撒末记下 读过来就好了 你看 撒末记下第四章里面 在讲大卫 我们现在看第四章 撒末记下第四章 第四章 这个是大卫在西伯伦当王以后 扫罗的儿子 这个叫做伊斯波瑟的 他也当王 对 那他这个时候 这一章特别描述 这个伊斯波瑟 后来被他的两个部署 磨杀了 那这两个人 杀了这个伊斯波瑟以后 就跑去 就把那个 这个伊斯波瑟的头 拿去献给大卫 想说大卫一定会很高兴 认为你看 我帮助你把这个 这个另外一个王 把他杀了 对你有好处啊 结果呢 大卫怎么说 我们现在看第十节 从前有人报告我说 扫罗使得他自己 以为报好消息 我就拿住他 将他杀在喜格拉 这就做了他报消息的赏识 第十一节说 何况恶人将一人杀在他的床上 我岂不向你们讨留他喜的罪 从世上除灭你们呢 你看这个时候大卫 他有多公义多正直 但是你怎么可以当人家的臣子 把那个你的主人杀了 神的受告者 你怎么可以这样做 这样的一个公义正直的大卫 在十一章的犯罪的时候不见了 我们现在看第九章 第九章 扫罗家 现在有关与扫罗家的事情 第一节说 大卫问说 扫罗家还有没有生下的人 我要因云拿丹的缘故向他施恩 第二节里面讲到一个仆人叫喜巴 好 王叫他来 第三节 王说扫罗家还有人没有 我要造神的慈爱恩待他 这个仆人喜巴对王说 还有因云拿丹的一个儿子 是斜腿的 你看这边 大卫他得到这个国家以后 你看他现在 想到他的好朋友 约拿丹 他这个后代 这个米斯 米菲波瑟 他说 他要用神的慈爱来恩待他 他是主动的要把他 把他这个恩典 施给他这个 约拿丹的儿子 他要用神的慈爱来恩待人 你看这么有爱心 这么慈爱的大卫 在十一章也不见了 我们就看到 你看 这个罪 让大卫整个走样 这就是他在情欲当中 在罪里面的时候 你看你什么人的讲话都没有用 但是现在 等到时间久了以后 他慢慢就 这个事情就过去了 他已经没有在那个情欲里面了 那现在这个先知来讲的时候 他现在所做的判断 就是从他的原本的良心里面 他原来的大卫所做出来的判断 所以大卫听完大卫讲这个故事之后 他马上断定这个人该死 因为他没有怜悯的心 因为这个户友人家抢了人家穷人的那个羊羔 他说要陪世辈 表示大卫他了解神的律法 这个就是原本的大卫 然后拿丹先知马上做出这个机会 说你就是这个人 接下来让大卫哑口无言 他马上想起他所患的错误了 然后你看这个先知 接下来宣布神的信息 神的审罚 神在神的眼中 倒会患什么错 现在看回来第十二章 我们看第七节 拿丹对大卫说 你就是那人 主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我告你做以色列的王 救你脱离扫罗的手 第九节 跳过去第九节 你为什么要藐视神的命令 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 你借亚门人的刀 要杀害赫人乌利亚 又起了他的妻为妻 第十节 你既藐视我 起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 所以刀剑壁 永不离开你的家 在神眼中 大卫犯什么错误 大卫犯罪的原因在哪里 他犯罪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藐视神 藐视神的命令 他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 大卫他很知道 很清楚神的律法 所以大卫的错不是误犯 不是不小心犯的 他是明明知道不可以的 但是他就是陷下去 就没有办法自拔 你看他当时候 他所犯的错误 就是后来他的儿子重犯的 他为了情欲的缘故 去夺了人家的妻子 这个叫做 诫命里面第七届的犯奸淫 当时候 大卫他起了很多妻子 神都没有讲任何一句话 因为百姓在这个律法底下 他们没有办法 真的完全遵守神的诫命 应该是说 神对婚姻所设定的法则 但是 但是 这就是 那个灵色的妻 你绝对不能够去 去引诱人家 去跟人家的 别人的妻子同情的 所以 这个叫做 丑事 我们如果看第十三章 第十三章的第十二节 这一句话 是大卫的女儿 他妈 对他的哥哥暗认说的 第十二节 他妈说 我哥哥 你不要 电入我 以色列中 不当这样行 你不要做这丑事 第十三节 你电入了我 我何以掩盖我的羞耻呢 你在以色列中 也成了愚望人 你可以求王 他必不禁止我归你 当时候 那个暗认 他是 他是成了愚望人 做丑事 就是 他是去 犯奸淫这件事情 是神 律法上 圆圆禁止 不可以有的 当时候 大卫 他也是一样 他在犯罪 第十一章的时候 他也是做同样的事 那 那 拉丹说 在神的眼中 他说 你怎么藐视我 你怎么藐视我的命令呢 你怎么会 去做我眼中 看回恶的事 就是说 大卫他做这个事情 真的是非常的不应该 他 当时候 把神的命令 都把他忘记了 不管 这是为什么 有时候 我们说 人这个脑筋糊涂了 糊涂人 然后他就 不会去想代价 他也不会去想说 其实 他得到那个妻子 多一个 有好处吗 没有 反而带来更多的祸患 那所以 你看 大卫 他当时候 讲完之后 拿丹现在宣布了 神对他的看法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 回到第十二章 第十一节 他犯罪之后 当然神 有给他的惩罚 第十一节 主神如此说 我必从你家中 兴起祸犯攻击你 我必在你眼前 把你的妃嫔 赐给别人 他在日光之下 就与他们同情 第十二节说 你在暗中行这事 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 在日光之下 报应你 然后 第十三节 大卫接着 马上对拿丹说 我得罪神了 这是 大卫 他跟 扫罗王 最大的不同 你看我们今天 其实我们 作为一个 带了血肉之躯的人 有时候 我们难免犯错 犯的错 可能有大小 有轻重 但是不管是什么样的错 只要是错 就是错 但是当我们 面对错误的时候 我们会不会 承认 然后会不会 祈求神帮助我改变 扫罗王 也一样犯错 扫罗王犯的错误 也许没有比大卫 犯的更严重 但是扫罗王 他后来会被神离弃 就是他对他所做的事情 一点也不会悔改 他不会认为说 神的这个命令 有什么 为什么要这么坚持 我这个王把他留下来 难道会怎样吗 他对先知 扫末先知所讲的错误 他犯的错误 他一点也不会想要 悔改认错 说啊对不起 所以大卫 他这个时候的反应 是谦卑认错 那这个时候大卫 他其实就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我们现在看真言28章 真言28章 28章看13节 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 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 因为罪已经犯了 你不能够说没有 唯一可以做就是承认 然后求神怜悯 但是如果想要去遮掩的 必不亨通 所以当时候其实大卫 他面对先知的指责之后 他的心情 在他所写的诗篇里面 就反映出来了 他在所写的诗篇当中 好几篇都在描述 他这个认罪的过程 他的心境 那最出名的就是 四篇第五十一篇 现在看四篇第五十一篇 第五节 我们看第四节 第四节说 我向你犯罪 唯独得罪了你 在你眼前行了这恶 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 显为公义 判断我的时候 显为轻正 你看大卫 他跟拿单是说 我得罪神了 他的这个讲法 跟当时候 你看他们的祖先 约瑟所讲的话 是一样的 约瑟 他那个主人的太太 要引诱他犯罪的时候 他的反应是说 我怎么可以做这个大恶 得罪神呢 大卫没有说 我得罪了 对不起他的这个乌利亚 他的部下 我得罪了什么什么什么人都没有 非常单纯 我得罪了神 所以大卫他在第四节这里说 我在你眼前行了这个恶 我被你责备的时候 显出神是公义的 我是有罪孽的 第五节说 我是在罪孽里面生的 第六节 你所喜爱的是 内心里诚实 第九节 求你眼面不看我的罪 图抹我一切罪孽 他当时候的祈求是神啊 第十节 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 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 因为他的清洁 他的正直 在他的罪里面 他在犯罪的时候都失落了 当他承认罪孽 那个先知马上说 我们现在看回来 扫墨记下第十二章 第十三节 下半段 拿单说 神已经除掉你的罪 你必不至于死 你不至于死 不是说他那个犯做没有事 因为大卫他 其实他自己判断他自己的 因为按照拿单先生所讲的故事 大卫就自己说 行这个事 这个人该死 但是其实 杀了那只羊羔 那个富有人家 他不至于死 按律法来说 他不至于死 他应该是要还人家四倍 是对的 不是因为 不是因为杀羊羔死 现在大卫 现在因为大卫他是当王 他自己判断他自己 就是说他讲的话 现在拿单说说 你就是那个人 所以你也该死 那现在拿单说 你既然认错 神除掉你的罪 你不会不至于 因为这样死 但是 你所做的这个罪 让仇敌得到 亵渎神的机会 所以你现在从罪里面 所得到这个孩子 他会死 他宣布了神的审判之后 他就走了 然后后来圣经就说 神就击打这个孩子 孩子就生病了 大卫很努力的 祈求神的怜悯 要让这个孩子活下来 他这个时候 就知道怜悯有多重要了 所以当他孩子生病的时候 你看他进食祷告 躺在地上 就是要祈求神 能够怜悯他 所以你看第二十二节 十二章第二十二节 孩子还活着 我尽时哭泣 因为我想 或者神连续我 使孩子不死 也未可知 他知道要有神的怜悯 他以前 没有在怜悯别人的 换岁的时候 他现在知道 其实人 是要靠着神的怜悯 才能够活下来 但是对这个孩子 神的职已经定了 所以这个孩子死了 所以他也就接受 神的审判 孩子死了 他就去吃饭了 这个也就是说 他对神没有怜言 这是他 他真的能够了解 他整个人是在神的手上 完全是要 靠神的怜悯 才能够存活了 所以拿丹 他这次的劝诫 非常有功效 这个是神 从神来的作为 后来也真的让大卫改变 然后拿丹的这个做法 后来在第十四章的地方 就被这个 大卫的将军约压 学起来用了 后来第十四章的地方 约压就去找了一个聪明的妇人 也是要来去跟大卫讲个故事 目标就是要让大卫允许 他这个逃亡的儿子 压少龙回来 所以你看 第十四章 这个聪明妇人 对大卫的欠借 基本上 也是让大卫接受 好 那去叫亚少龙回来了 我们可以仔细的去读一读 他这个第十四章的那个故事 然后接下来第三次 等到亚少龙他回来 现在后来叛变 结果后来亚少龙也死了 战死了 被杀了 那照理说 现在是内战 两边打仗 那个被打败 打上那一边 应该是很高兴才对 所以王跟王的儿子 现在是对敌 可是等到亚少龙被杀之后 大卫当时候的那种表现 他的反应 就让这一边的 为他打仗的这些人 觉得非常的奇怪 感觉上整个气氛 好像打败仗一样 因为大卫一直舍不得 他这个儿子亚少龙死掉了 所以第十九章 这个在记载这个约压 怎么样去劝戒这个王 因为第一节说 王为亚少龙的悲哀哭泣的 然后众人听到 王为他的儿子忧愁 他们得胜的欢乐 就变成悲哀了 然后第三节 那日众民暗暗地进城 就如败震逃跑 惭愧的民一般 然后这个王蒙着脸 大声地哀哭说 我亚少龙 我亚少龙 那这个时候 约压要进去见王 他这个时候跟他讲的 就是非常的直接的 他说你今日 第五节说 你今日使你一切的 仆人脸面惭愧了 你的这个做法 第六节说 你爱那恨你的人 恨那爱你的人 大卫已经冲 被这个亲情冲昏了头 他搞不清楚状况了 他很喜爱这个儿子 但是这个儿子是要取他的命的 他的军兵是为他卖命 救了他一命 但是他的表现 让这些为他卖命人 觉得非常的不能接受 所以约压现在第七节跟他说 现在你要当 你当出去安慰你仆人的心 我指责神启示 你若不出去 今夜必无人 与你同在一处 所以你看 他这一讲以后 那个大卫 脑筋就清楚了 显过来了 到底在做什么 那个儿子已经死了 而且是罪人 现在这些人是活着的 为他卖命的人 所以第八节 王起来 坐在城门口 众民听说 王坐在城门口 就都到王面前来了 这是另外一次 约压他勇敢地 用他智慧的口去 劝动君王 那我们就看到 这三次 基本上 这要去讲话的人 都非常的勇敢 非常的有智慧 那我们今天呢 要求神 给我们这样的智慧 那我们知道 能够分辨 什么时候是 可以劝勉的 劝勉人的机会 应该要用什么方法 才让别人可以听得进去 其实那个目的 就是为了要让人可以回头 真的能够走在神的路上 能够过境前 除去不境前的心 能够在世 能够没有那个情欲所控制 祈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能够从今天下午的查考里面 得到智慧 我们再来唱诗 470首 4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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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